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口订单位于历史低位 中山谈外贸形势严峻 中国央行建议今年不设GDP增长目标 欢迎您锁定财经时时听 世界银行于3月30号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预计新冠疫情将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发展中经济体 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大幅放缓 世界银行表示 鉴于形势迅速变化很难精准预测 但现在预计该地区发展中经济体 2020年经济增长放缓至2.1% 更差情况下可能下滑到0.5% 世界银行预计中国2020年经济增长放缓至2.3% 较差情况下为增长0.1% 相比之下中国去年增长率为6.1% 财新3月中国制造业PMI回升到51.1% 反弹幅度超过市场普遍预期 在2月创下记录以来最低水平后 本月返回到了50%的融枯线上方 财新PMI回升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官方制造业PMI走势一致 3月官方制造业PMI大幅反弹至52 创下三年来最高水平 值得注意是 制造业的PMI是环比回升 主要反映出3月份比2月份相比情况好转 并不代表经济活动强劲 财新的莫尼塔研究经济学家 中正生指出 虽然中国新冠肺炎疫情病例开始减少 部分商业活动得以恢复 但不断的外部环境和疲软的国内需求 正在成为更长期的担忧 海外新冠疫情蔓延冲击供应链产业链 让中国出口遭遇二次冲击 出口订单量在历史低位徘徊 叠加全球经济迈向衰退的概率增加 意味着中国外贸进出口可能进一步恶化 中国商务部部长中山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 对目前中国外贸严峻形势将以介绍 中山指出原本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乏力 疫情给各国经济造成冲击 外需更是雪上加霜 而且疫情导致航班海运等国际物流受阻 清关难度加大 贸易促进活动受限 在手订单交付困难 后续订单减少 此外 疫情导致各国对人员货物往来的限制更加严格 全球范围内保护性措施出现增长势头 可能加剧经贸摩擦 影响外贸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他说 外贸外资稳不住 消费和投资也会受到影响 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对此 中山建议要外贸转型升级和继续扩大开放 目前中国外贸依存度约为32% 外资占全国税收的18% 外贸外资带动就业超过2亿人 占就业总量的四分之一左右 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超过2000家 外资高技术产业企业占全国的约四分之一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外资企业研发投入占比约五分之一 根据联合国新发布的全球投资监测报告称 受疫情影响 2020年至2021年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下降30%到40% 中国一到二月外国投资同比下降了10.4% 新冠疫情海外蔓延 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升高 以及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二次冲击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马骏 日前在经济日报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上 明确建议中国今年不再设定GDP增长目标 他认为实现4-5%的增速的难度很大 尤其是要被定在原来的6%左右 目标可能实现不了 最后会被迫搞大水漫灌 另一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世锦也认为 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背景下 中国经济能够稳住 保持一个适度的正增长 就是很大的胜利 短期经济政策要对症下药 集中于恢复救助和避邪 救助是帮助那些处境艰难 甚至日子过不下去的企业和个人 重点是中小企业和低收入人群 而避险是指防控经济中已有结构性矛盾 可能引起的风险 以往遇到经济下滑 习惯的做法是政府拿钱搞基建 以提振需求 刘世锦指出 这种传统刺激办法 对于恢复和救助针对性不强 而且通过负债到基建项目 还会加大地方政府已有的债务风险 并非避险 上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 要提高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 和增加专项债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今年赤字率破3%已成定局 最高可能达到3.5% 特别国债发行规模 在1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地方专项债规模 也可能达到3万亿元以上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 自由亚洲电台的财经实时听 由饶一鸣从美国首都华盛顿 为您主持 接下来本期节目嘉宾秦鹏和我 就美中两国针对肺炎疫情 推出的纾困方案 进行比较和探讨 请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 节目下半段参加讨论的 是旅居美国纽约的经济学家秦鹏 今天我和他就美国日前推出的 针对中小企业和个人家庭的 2.2万亿纾困方案谈起 并对比美中两国纾困方案的 着重点的不同 请先生过去两个星期美国推出的 2.2万亿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救助方案 它这个规模是2008年次贷海啸播出的 救助方案的三倍之多 那么这一次的救助它的范围非常广 那么我们待会在细节里面再去看 这次这个疫情是一个公共卫生事件 跟政治没有关系的 全球的很多国家都遭受了这个袭击 想请您对比一下 就是中国跟美国对于这次疫情 推出的对于普通百姓的这个救助方案 他们的着重点在哪里 是反映了他们国家治理的考量在哪里 这与他们两个国家的国情 反映出了些什么样子去向 从美国来看的话 它其实是暴露万象 但是它涉及的范围很广 它的话主要是涉及到了 就是对企业的救助 避免这些企业就是大规模倒闭 然后的话因此延伸出来 很多其他问题 包括人员倒闭 还有是对我们讲这种 贫困家庭的这种救助 还有一些是对那些大企业 这样的话其实主要应该是 解决着这种资金流的问题 此外的话还包括医院系统 一部分是这种增加这些费用 还有呢是针对我们讲说 儿童营养 还有这个是儿童免费的 这段时间的免费食品 发放 保健 还有老人的网上的诊疗等等 这样的一系列的公共卫生 方面的一些经费 此外的话呢 还有这个涉及到就是 整个在这个疫情期间 因为税收减少嘛 就是导致了很多地方的这个州 或者是地方资金的不足 这样的一个问题 所以呢也有一部分的 这样的一个国家补助的部分 所以它其实你看到 它是一个非常这个庞达的一个系统 其实也反映出来呢 白宫系统也好 还是国会系统也好 它其实是有一个全盘的考量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特点 它就是当然招人点的话 它主要还是涉及到了 我们讲企业 特别是这种小企业 特别在有那个人 整个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叫做一个纾困的 这样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法案 这是我觉得是美国的一个做法 那您觉得中国呢 中国方面的话 在美国这个方案推出之前 它可能再有一个差别 就是说在美国方案之前的话 我们看到中国的 它其实主要还是特重在哪 特重的是企业 还有呢是整个涉及到 这种经济重启 或者我们叫需求刺激 或者呢是叫GDP 换句话讲的话 其实核心的关注点的话 其实还是在于 整体的大的经济这个角度 它呢涉及到了 我们叫家庭 交企业或者就业 乃至于呢 这种个人的这样的这种纾困 这些方面的话 其实比较少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区别 当然的话在美国的 这个2.2万亿法案的推出前后 因为这种信息的话 也传递到了中国国内 以及呢在其他的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 也有很多对于 非常集中的 就是我们讲说 对家庭和个人 有这样的一些 这种现金的发放 所以这个的话 其实也是刺激到了这个 我们看到中国国内的媒体 或者是个人 还有大量的转发这方面的信息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段时间很多的这个专家 政府的一些官员 也在探讨说 是不是可能要推出 类似一个像美国 像这些其他国家 去学习的 这样的一个 纾困法案的东西 可能还在探讨说是 发行呢 我们叫特别国债 但是呢目前呢 因为这个主要 还是探讨阶段 所以目前我们还没看到说 是特别详细的 它到底是 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做法 但是呢 按照中国的这种 政府的传统的特点的话 它其实更多的 还是偏向于说 保GDP 但是这一次恐怕 我觉得是很难满足 这一次可能会对 我们叫个人就业 小企业的这种倒闭 等等这方面 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所以传统上的一个做法的话呢 是很难去解决问题 甚至的话呢 是对于现有的这些问题的话呢 就会带来一些这种副作用 因为我们知道的话 类似当年的这个 在2008年之后 那个所谓的4万亿等等 其实带来了很多这种副效应 对吧 所以的话呢 这一次呢 我觉得可能这方面的话 会有所收敛 但是呢 就是那对企业 就对一般的个人 这方面的纾困的话 可能会出台一些东西 特别是可能 我们讲重灾区 湖北啊 武汉可能会也是政策出台 但是呢 大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其实 其实可能还是 会到这些低收入的人口的账户上 我们知道就是如果你年收入不到七万五的话 可以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拿到一千二 那么那个失业保险也是延长了四个月 在原来的基础上在每周增加六百块 国会时候讨论主要的一个论点 就是说希望能够这些失业人口 立即有现金 至少他们不会有那种 付不起房租 饿死在路边 那么这就是起到一些社会稳定的作用 那么中国在这方面有 有没有做到一些能够保障 基本人生存权的一些措施吗 说实话中国政府这一次做得很差 我们看到武汉和湖北这样的一个封城 封省这个过程发生之后的话 第一呢 它在封城之前实际上是没有做任何预案的 封城之后的很长时间 对于相应的我们讲个人 对于这些这个家庭 怎么去解决它的这种主要的物资的供给 这方面来讲的话 几乎很长时间也是一个这种末世的一个状态 所以到带来了很多这种 我们看到叫特生灾害 对吧 从目前的推出的方案来讲的话 目前也没有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的举动 但是我看在讨论 甚至来讲的话说可能会在接下去 像湖北的话会有一些这方面的 一些发放啊 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但是特别大的这种举动 目前我们还没看到 这么来说 这个疫情发生在中国已经三个多月了 那么这些弱势群体 他们受到的打击 到现在都还没有任何的立即的一些救助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这样讲 我觉得而且就是在这个行动非常缓慢 应该说的话 这段时间实际上我们看到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同 就是说救助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的话 我们的物资供给 美国呢 虽然它也叫好多地方 特别像纽约 申德西 华盛顿州等等 这些这种我们叫重灾区 它的话也是有类似一些这种 我们叫限制活动的这样的一些政策 但是呢 它是一个更相对来讲 是一个软性的 就是要求大家更多的是靠一个自觉性 它没有把人的这种门给封死 甚至拿那个什么钢条的话给焊死 它在物资保障上来讲的话 也是你可以去超市去购买 而且这段时间的话 美国政府加大了这方面的这种供应 专门的物流公司啊 等等这种的话 它加注了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其实整体的物价上来讲的话 不仅没有上涨 对有一些个别的 我们叫应急物资 或者网上求 前一段时间大家有开玩笑的 像这种卫生纸啊 或者这种纸巾 用餐纸 那个厚厚的用餐纸 等等这些方面的话 有的地方 有的超市还那个价格下降的 但在中国来讲的话 其实在这段时间 我们特别看到整个湖北呢 给它封禁在哪个家庭里边 就是在楼里边 基本上是不能动的 然后呢 其他的好多物资 是所谓的叫团购 或者呢是社区供给 但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非常麻烦的是什么呢 这个物价上涨非常厉害 就是政府在这方面做为比较差 而且呢又纵容了很多地方的 这样的这个社区啊 或什么它这种家价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其实给很多家庭 也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 那我们谈到这个保就业问题 我想这个保就业 是中美两国都非常关注的议题 因为中小企业都是雇佣了 大量的就业人口 所以如果中小企业出现问题的话 那个社会就会出现大量的失业潮 那么您来对比一下 这个美国对于救助这些中小企业的 的措施跟中国方面 他们的考量不同点在哪里 从美国来讲的话 它主要是考虑到什么呢 就是增加了呢 我们讲是失业的这种的保险 包括呢原来它有一些自雇的 就是所谓的自己做一些小生意的 或者做一些这种业务的 这些人他本身也是可以生成这种救助 对于呢这种直接的这些小企业 它是有这个2.2万亿美元的 这样的一个次级法案里边的话呢 是有3500亿是用于这方面的一个贷款 最高的话呢企业可能比如说少于500人的 他可能会有资格获得最高是1000万美元的 小企业贷款 这样的话他其实能够保证呢 向员工去付款 还有呢保持员工薪资的这些小企业的话 还有资格获得那种抵押贷款的利息补偿 还有呢是租金 公用事业等费用的这样的一些援助 而且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 因为川普讲过说是 但呢这些企业很多这种花费来讲的话 最终可能会由政府来买单 就说他现在可能大家来花出去 但是呢对中的部分的话 很多是由政府买单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举动吧 中国这方面的话 对于中小企业的这方面的支持 目前的其实主要还是来自于 缓交或者是呢 这种无险一金 特别是这种对于乌北之外的企业来 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 是工商业的这种电价 下降5%啊 或者是这种减免 那些基本上大部分企业要想象 想象不到 还有呢如果是能获得贷款的话呢 它会有这方面利息的遗偿 还有呢是这种小规模 纳税人的这样的一个增税等等 但是呢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呢 本身我们很多贷款 其实这个东西就很虚 因为对中小企业来讲 它本来大部分的情况下 包括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根本获得不了这样的贷款 所以给它相应的这种贷款的优惠 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 对于中小企业这种减税 因为它这段时间 基本上没有业务 没有收入 所以呢它减税实际上 对企业的这种辅度是非常小的 所以我看到很多企业 到现在来讲 它其实也没有辅工 或者甚至好多 就是大量的在破产 所以我们担心来讲的话 接下去其实会更麻烦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中国的 对于中小企业这方面的 扶植的这样的一个力度 这个因为长期以来 其实也都是这样的 这方面还是很小 所以这个可能会 接下去对于呢 我们看到中小企业 大规模的倒闭 还有这种失业来讲的话呢 可能会造成 比较大的一个破坏 因为时间上来讲 已经过去了 接近于三个月了 那么谈到这个 对于中小企业的资金上面的 支持力度来看啊 中国也提出了几次的定向降准 那么就是希望把这些资金 透过城乡的商业银行 能够引导到这些小微企业 但是我们看到目前那个 就是在江苏 还有东莞 广州的一些 比较面向小微企业的一些银行 最近他们因为坏账增多 已经被海外的这个目的 评级公司已经降为负面了 那么这就凸显出 中国这个商业银行的 这个风险的急剧的加大 那您看这个 现在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小微企业 已经有两三个月的 这个重大的冲击 那么接下来 他们能有多大机会 能够获得这个贷款 然后能够顺利地走上正轨呢 之前的时候 我看过一个调查 是财经网发布的 他说呢是 对于大部分的 这些中小企业来讲的话 就是66%的 它的现金流 是扛不过两个月的 85%的话是扛不过三个月 所以的话呢 我不知道现在的话 它到底有多少企业 可能是永远的 在这个没法开张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现有的情况下的 这种支持 就是中国政府 它目前出台的 其实更多我觉得是在税收 是在货币政策 就是所谓的我们叫 通过降准 通过这些方式的话 就放贷款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 它实际上是很难 大部分或者贷款的 这种情况下 其实更多的 我觉得应该是 由谁来承担这种 最终的责任呢 是应该还是由政府来提供 就是由政府来买单 然后的话提供相应的援助 或者是最终的这种 我们叫贷款的这种保障 如果说是由这种 我们叫财政的资金 是政府来讲的话 当然它可以通过 透过银行的方式 或者是通过其他方式 去解决来讲的话 它可能就会帮助 这个企业度过这段时间 那么作为整个行业的整体 或者国家的整体来讲的话 它这个1000万的 这种资本金的存量来讲 它其实可以保持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的话 对于这种小企业的 这种救助的话 对于整体的未来的 这样的一些企业的 这种就业 或者经济的这样发展来讲的话 它其实它的意义更大一些 这是为什么说更多要强调呢 是说由政府性的去考虑 通反考虑的话呢 是把这些中销企业救下来 因为他们呢 对经济的这种 整体的GDP的贡献 对于这种就业的 这样的一个保障 这方面来讲的话 其实是非常大的 是远远不是说 现有的这几个大企业 或者它的这种 我们叫传统上 中国政府是习惯于 搞一些这大的基建工程 就像2008年之后的 那个4万亿的 这样的一个基建来讲 但是那些东西的话呢 它最大的麻烦是 第一是没办法解决 一定是陷入困境的 这些个人 对于呢 这种更多的就业来讲的话 这些大的项目工程 其实传递出来的 这种就业解决 其实像数量是非常有限的 而真正的解决就业的 其实在这些小企业 所以的话呢 我觉得其实真正的 应该做的恰恰是 这些对中小企业啊 对家庭的这种纾困的政策 等到整个的这段时间的 困难度过去之后的话 那么经济的重启之后 它的更多的活力啊 它自然而然就会发挥出来 这个就是后边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 关键是这段时间 怎么让这些企业 让这些个人活下去 所以您开出的这个药方 基本上在美国这方面 已经实现了 对 美国应该是做的 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它可能是长期以来 它对中小企业 对家庭的这种关注 本来就是比较大的 特别包括我们看到 甚至失业保险 这一次把一些这种叫做 临时工 休假的雇员呢 还有这种 最优职业者 这些也纳入进来了 这样它保证每个州 失业就已经竟然达到了 600美元 也就是说 一个月的话 能达到 差不多2500美金 应该说是相当大的一个钱了 因为这种钱是不需要纳税的 中国的农民工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对 中国农民工往往是被换成农民的 就是说你要被打回去 它现在又变成农民 农民是没有失业的 这样一个统计的 所以我们看到 中国政府经常发布了 什么这种城镇失业 就业率 什么失业率 或者什么城市调查失业率 那些东西 那些数据 基本上全是骗人的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好 那么秦先生 今天谢谢您精彩的分析 我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 谢谢您 好 谢谢 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实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姚一鸣 如果您对本节目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欢迎写信到拼音反馈 A一圈 RFA.org 或我个人推特 账号是RFA下横线 RYM进行联系 那么就在此祝福各位 有个愉快的周末 疫情期间 请多保重身体 下次节目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